以巴衝突無可避免 分散了世人對俄烏戰爭的關注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特地走訪北約總部 參加有五十幾國國防部長出席的會議 他把俄羅斯總統 普廷跟哈馬斯相提並論 認為他們都是恐怖分子 另外普廷則是評論 美國出動航空母艦援助以色列 質疑將會升高中東的緊張情勢 就在以巴戰火升高的同時 俄羅斯公布的對烏東城鎮 阿夫-迪夫卡加強攻擊的畫面 這處城鎮位在盾內刺客北部 是烏克蘭頑強抵抗莫斯科的據點之一 烏軍表示 俄軍的炮火雖然猛烈 但他們成功守住陣地 不過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確擔心 以巴戰火會轉移國際艦隊 原污抗俄的關注 他在星期二首度訪問 位在布魯塞爾的北約總部 參加有五十多國防長出席的 烏克蘭防務會議 呼籲各國提供更多軍火支持 美國國防部長隨即宣布 西伊坡包括飛彈和無人機系統在內 價值兩億美元 約六十四億台幣的原污計劃 美國傳出將在地中海東部部屬福特號和埃森豪號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協助以色列遭到俄羅斯總統普廷質疑可能升高區域緊張情緒 土耳其總統也表達類似看法 俄武戰爭尚未結束 又爆發尾巴衝突 國際間擔心戰事擴大 各國旗艦也越加明顯 公視新聞的惠明別衣 貙視 感谢观看